很興奮 驚喜 真的很振奮 你沒有來這邊 你沒辦法體會 講得心情激動 民眾來到佛寺 就是要看傳說中三千年 才開一次的悠潭婆羅花 附著在香爐頂蓋上 就是這個小白點 非常不起眼 要用顯微鏡放大看 才能看見米粒狀的花體 然後因為之前廟裡面 有時候可能信眾進來 或我們自己會聞到香氣 但是你不確定香氣的來源 在哪裡 剛好它長的位置很低 那是第一次發現的時候 突然看到好像有一個亮點 然後就是去用放大鏡手機比對 發現竟然是傳說中的悠潭婆羅花 傳說中聞到花香 就能讓人青春湧住 見到花的人也會有好運降臨 它生長的環境非常特別 不需要水和泥土 能附著在任何物體上 但花金像絲線一樣細 花體比米粒還小 而四方為了讓民眾看清楚 還特別架設放大鏡 到底是花還是蟲卵 佛界跟科學界看法不同 不過此一難得見的景象也引發討論 我們做這個生態攝影 相信這個是對未來來講 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人類的資材 悠潭婆羅花又被稱為佛家花 廟方表示有許多中南部的信眾大老遠跑來 就是希望能一睹風采 儘管它可能真的是蟲卵 神似奇花的外型也讓人有美好的想像 藝者誠實練 許上方 台北報導 這次是我們來講 好